秀林乡公所9月26号上午9点到下午4点 要在乡境内各村落的活动中心 发放振兴消费礼金2000块钱 为了做好准备工作 25号银行人员在警方借户下 前往秀林乡公所二楼会议室 进行点钞还有分装的作业 工作同仁也分15组进行点钞 把2000块钱装在每一个红包袋 务必做好事前准备工作 秀林乡长王维哥表示 这次特殊传染性肺炎疫情影响到 全台湾各项经济产业的发展 而这次也连带影响 秀林乡各项部落产业推广的政策 为了疏解乡民的经济压力 秀林乡公所以秀林乡民代表会决议 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凡是中华民国109年6月30号以前 涉及在花林县秀林乡的乡民 第一本要点规定领取振兴消费件 发放每人清台币两全元 秀林乡公所期盼 借由这次离经的发放政策 能够同时活络秀林乡的消费力 与复苏部落产业经济 秀林乡即将在9月26号 星期六这一天进行发放 正细消费件的作业 25号银行人员在警方的借户之下 在秀林乡公所进行点操作业 务必做好金额的确认 在秀林乡公所行政客长 攀免的指挥之下 点操清点作业正式展开 好 掌声我们的红花袋点好了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们就开始爆满 我们就每一所每一所轮流上来 组长跟副组长 然后这里第一所是 和平组长副组长上来一下 好 这边呢 景美组长副组长 你们组长副组长得让很大 一旦钱爆下去了 有少就没有办法了 秀林乡公所表示 为了避免乡民周车劳顿 秀林乡特别在9月26号当天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在秀林乡各村发放振兴消费礼金 发放现场并且设有帐篷提供 9号的民众暂时休息 若当日无法领取的乡民 也可以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前往秀林乡公所领取 领取期限到109年12月31号为止 预期为领取者视同放弃权利 秀林乡公所将不会再发给 记得就关于秀林乡公所